8月24號下午 湖南省豬州市居民 程曉峰向豬州市公安局治安支隊 逮加了反強制接種新冠疫苗的集會 遊行和示威申請書 程曉峰向《大紀元》時報表示 大量民眾的支持和讚賞超出他的預期 程曉峰認為 目前大陸推行的疫苗 沒有經過三期臨床試驗 完全不符合疫苗法相關規定 當局強制或變相強制百姓接種 並且簽署致願接種疫苗的意願書 一旦出了問題 是百姓自己願意打的 與政府沒有關係 這種做法非常可恥 《大紀元》時報記者隨後獲釋 8月25號下午 程曉峰被當地公安局找了去談話 並在傍晚時分回家 跟各位奶愛的禮物 棲他們聲明 這麼刺耀 這些星人